九五加十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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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開始 台北市長蔣萬安化身加油店員工 按部就班跟著學長姐 一起為客人加油 細節沒到位 學長姐還會在一旁提醒蔣萬安 洗車服務同樣仔細擦拭 將環節一一介紹給蔣市長 體驗當一日加油站員工的日常 這是陽光基金會承接的加油站 經過整修翻新 符合聲浪者工作環境 好 這邊也要擦 對 車頭也是 好 車頭 車頭 全都很緊張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特別剛加油 他其實整個牛層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還要確定 一個客人要帶他哪一款牛 然後再來就是要問他有沒有一個 這個 這個 加油卡 然後最後其實叫做一整 然後先去刷卡 其實在整個超過過程 是要非常的吸 但我覺得對很多身上的朋友來講 因為他們 有時候訓練可能需要 讓他們對遊戲的超過性感 很多 所以真的 對我們來講 可能一下子就會把人生氣了 但是 他們 卻是要把整個流程 拆分成很多個 不錯 一個不錯 一個不錯 所以我們覺得 整個訓練過程雖然辛苦 但是他們的用心幫我們感動 而且他們 不管是加油的流程 像洗車的流程 大家都可以看到 非常的順暢 而且說子也都會 清潔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 我們市民 還有一個 建北加油站 來這邊 接受我們身上的朋友服務 同時 可以讓自己的愛車 可以讓自己的愛車 可以讓自己的造型 這座建北加油站 是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的社會企業 也是一個 接納所有帳別的職場 不僅僱用身帳朋友就業 也是一個訓練的平台 透過職務 再設計 工作流程拆解 運用輔具 進行訓練 讓他們有一份 穩定的工作收入 自力更生 其實 我自己個人 以前 也都會來這邊 加油跟洗車 那 這個地方 在過去經過兩年半的 整個整修工程 終於在去年二月完工 那 我們這一次 重新設計 是以安全第一為主軸 而且是以符合我們身上 朋友的需求 為目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特別把 蹦倒把它降低 就是符合我們身上 朋友的需求 然後降低他們工作的風險 也符合職業安全標準 那其實也因為 兩年半的時間 整修 所以讓這邊的業績 聽說掉了四成 所以我在這邊 特別藉由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多多來 我們健北加油站 來這邊加油洗車 讓我們身上朋友 有服務大家的機會 那台北市其實我們接下來 會持續的 對於我們身上朋友 提供相關的照顧 包括健康檢查的補助 以及包括一站式的服務 對於身上朋友 包括就業創業 輔具等相關的服務 當然 還有包括我們也 透過補助的方式 鼓勵企業團體 能夠邀請我們身上藝人 來表演 就是希望他們得到 妥善的照顧 以及能夠讓他們 自立生活 我想這個都是 我們接下來 持續讓台北市 成為一個友善溫暖的城市 加油站開幕以來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還是訓練身心上的員工 能夠熟悉服務的這些技術跟技巧 那之後呢 其實在所有的營運之餘 我們還增加了對員工的很多的服務措施 包含體適能 因為重點的是 身上員工還是要經過體能的訓練 透過規律持續的運動 能夠讓他們有體能 能夠適應工作需要長期耗體能的這樣的工作性質 能夠延長他們的這個工作壽命 那另外呢 在員工的職場適應上 我們也有心理方面的服務 那如果員工有需要這方面的協助的話 我們也會持續的努力的去支持他們 那此外 我們也辦了儲蓄信託 最重要的是 因為身上朋友 他們透過這樣儲蓄信託的機制 那其實陽光也有加碼 他只要養成儲蓄的習慣 然後陽光也有加碼的提播 讓員工在陽光工作一段時間 甚至數年之後 他能夠累積一筆小小的儲蓄的金額 那作為他未來所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在國內的職場 比較稍微是比較少見的 那總之就是在他們各方面 不管是體勢能或者是腦勢能方面的訓練跟培養 我們都不遺餘力 那開戰到現在 說實話 營業額還沒有到達我們期待的目標 因為在建北加油站在陽光接手之前 已經停工兩年了 那陽光從110年8月接手以後 整體的站體的翻新 然後讓到就是站體下的油管油槽全部更新 那都包括站體的設計 讓站體的這個不管是明亮綠美化 節能這些部分都花了一番心思 那最主要還是要是給台北市民一個安全 然後一個舒適加油的一個加油站 跟洗車也是一個很舒服的這樣的體驗 那因為停工兩年多 兩年半是一個蠻長時間的這個時間 所以可能台北市民還沒有那麼習慣 來到陽光建北加油站來加油 所以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市長來看我們 希望未來台北市民經過這裡的時候 能夠多多來支持陽光加油站 基金會期許聲張員工 在加油站或汽車美容的培訓下 提高技能和自信 未來可以和普通人一樣 擁有工作選擇權 取得生命的價值跟尊嚴 為社會帶來貢獻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會不會很想像 也會不會很高